往南飞行 六月 向海师弟迎来了一群刚出生的小丹顶鹤 成群的小丹顶鹤 在野外是无法见到的 这是向海保护区人工繁育的丹顶鹤 他们正跟着他们的爸爸认识野外世界 繁育员用哨声提醒小鹤不要吊队 对于小鹤们来说 低矮的灌木丛也能成为巨大的挑战 看来有一位小朋友还没有玩够 不过现在还是要乖乖回家才行 直到今天 人类仍在和动物建立新的关系 这是一座大雁牧场 人工养殖的大雁正在进行餐浅运动 木雁犬是负责任的健身教练 大雁们准备饱餐一顿 木雁犬还在忙着安全巡逻 具体在防范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但我们在牧场外偶遇了一只狐狸 它看上去有些心虚 从高空俯瞰向海湿地 干涸留下的疤痕仍依稀可见 1998年 洪水带来的泥沙淤色了流入湿地的河流 断水的向海湿地 一度萎缩到了原本的十分之一 人们从各处饮水注入向海 才让它渐渐恢复了活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